今天我住在Sharon家 然后他在我的背后 我今天穿的是辛苦了Sharon 我今天穿的是Acne的上衣 Lululemon的裤子 然后一个National Gallery的帆布袋 终于到了 我上周订了三个超级喜欢 谢谢 谢谢 就是这对夫妻 一周给我发15条短信 叫我来他们家 我觉得他们可能是想提醒 先感受养孩子吧 然后每次来都会给我做好吃的 我来说还是看起来 我来说是很容易的 我来说一会儿 就像一般的小伙伴 就像一般的小伙伴 一般的小伙伴 就像一般的小伙伴 先做一些小伙伴 就像一般的小伙伴 蘑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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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蘑菇真的好香啊 天哪我都弱 不過他們家的豆好快 我覺得 沒人害怕 pię 吃 好吃 ände 伸掃 蘑菇 中部 直接吃 很好吃 中国好美味 荣蔽 豆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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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豆腐是英文 是好韩国 好可惡 媽媽 好可惡 媽媽坐 Nope 鸡蛋 鸡蛋 牛肉 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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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火 切成小火 葱 葱 葱 果汁 它的培缸会超级好吃 但是我的培缸全部被吃光了 所以就只能吃蔬菜了 今天呢就想来给你们也分享一下最近买了一些什么好玩的东西 首先是这个Mountain Brown的礼盒 这个其实是个PR礼物 但是真的是在我刚准备下单之前收到了 这个是我黑舞的时候就因果大醋 我把我的洗手液,沐浴露,护手霜,还有身体乳都换成这个味道 Jasmine and Sunrose就是那种花香味这个超级好玩 而且Mountain Brown的沐浴露它用完以后身上就很滑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不用擦身体乳你的身上都会特别滑 而且很香就超级超级不一行吧 然后给你们分享完我今天晚上就可以拿出来破爪了 我最近还买了这两个护肤品 因为我发现我在家早上的时候真的超级懒 就我经常拿清水洗一下给你去结束 这就是我白天的护肤 然后后来我去好朋友家住以后 我发现这个雅样的洁面慕斯非常好用 而且我在YouTube上面看到那种台湾的皮肤科医生 他说如果你是痘肌的话 尽量不要在洗脸的时候用手指去直接接触你的皮肤 最好中间隔一层泡泡 然后发现雅样这个就没有什么负担 然后早上用也不会饭了 然后呢又配了一个理肤权的喷雾 这就是我白天的肤肤流程 最近我还买了这个手机壳 我等了有半个月才等到它 不止半个月等了有一个月 因为我之前的手机你们看 它是纯被摔坏了 摔到没有办法开机 所以我特地订了一个非常防摔的手机壳 就怎么摔都摔不坏的那种 所以希望我可以用久一点 最近英国的超市你买满多少 他就会送这种小玩具 然后我好朋友把他们的小玩具也都送给我了 觉得还蛮有意义的 因为我从初中开始 我就特别喜欢收集那些 对我来说比较容易 就有点特殊的东西吧 比如说我初中的饭卡 我初中喜欢吃的糖的糖纸 还有我初中喜欢吃干脆面的 里面的那种小卡 然后这一些呢 我觉得等我四五十岁 我再回来看我就会知道 啊我二十多岁的时候 我逛超市就可以买到这些东西 所以把这些东西做出来了 我可以吃咀嚓一下 最多的小骨 这就很好吃 好 好 可爱 你知道吗 你们没问题 这个芝士真的超级好吃 是上一周我好朋友给我买的 然后我就无法自拔 但是我开始忌口了 比如说,这些都家是有的 太多云 鸡的药 现在是啤酒 小火 鸡的鸡鸡 鸡的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